下一位陳志全議員 安撫大家回到位子的時候 是給每個議員三分鐘的 現在你是隻手遮天 整個過程呢 全香港市民是有目共睹的 吳亮星先生 你出去金鐘看看現在街邊那些桃鴉噴了你的樣子 是叫你什麼呢 為什麼反國教 為什麼反免費電視發牌 市民是為政府總部 今次是為立法會 因為大家都覺得 今次的責任立法會是很大 立法會應該把關 而這個過程 吳亮星先生你的責任是最大 你說過你想大家諒解你 你說你嘗試過去挖船 是叫政府去考慮 收回一陣 先談了 但是 你是騙大家 只要你本著議事規則 現在讓議員繼續問 讓議員繼續根據37A去提案 根本政府是沒得選 林鄭月娥多打得 她都不能夠說 談都無謂這四個字 因為主席是公正 不是站在我那邊 是公正跟回議事規則去行事 政府已經一定要見村民 一定要跟反對的議員談 現在你這樣做 其實你明明就說安排滑船 暗 你就撐住政府 吳亮星先生 上個星期你知道很多衝擊 有很多人受傷 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人命傷亡 很多年輕人 他們不知道什麼事 被人抓了 留案底 你見到這些事情 你的心會不會覺得難過呢 他們為什麼呢 你是有責任的 你霸王硬上弓那一刻 就是刺激了他們 你有子女嗎 你有孫嗎 如果他們在外面這樣 因為你這個決定 而去衝 導致這樣的後果 一輩前途你安不安樂呢 吳亮星先生 我現在根據會議程序第39條 就現在你給每個議員3分鐘 討論37億的議項 提出終止待續的動議 行不行啊 秘書處 這個是新的議程 的議項 正式提出動議 郭文цен議員 уст輝 主席 这个是个建议 所以香港法律公民史实在讲是自担 39的proposal 39是说是委员就一项建议发言 就可以尊重这个 我的proposal 不是成长一谋 不是议呈的 是建proposal 如果我一直立法会本身做 是没有就着这样的情况做一个忠子代俗 所以我认为在听完 法律官再作补充 主席 如果按前文后理 尤其是财委会的职责职权来看 这个英文的proposal 是应该在那个语境来理解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没有理解主席 现在是容许委员发言 是针对他就着这个37a段的程序 应用的过程作的决定 变成就算是国下说 那个建议应该是 枉而一般性理解 似乎都不配到 和这个情景是不配合的 现在很清楚 这个呢 我的决定 就是作为主席的决定 我认为这个整个不是一个建议的问题 很清楚了 法律顾问已经给了意见了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讨论法律顾问的 对不对的问题 法律顾问给了意见之后 是由主席接受一个建议 一个法律顾问的建议之后 就采出一个决定的 那我的决定呢 这个是不需要处理 那么下一位呢